我們看第二題 他說現在有五張卡片 上面的號碼是1235 那每一次取兩張 那X代表兩張的點數盒 那Y代表兩張點數的差 那這個就不用取絕對值了 反正你一次取兩張 好,那我們來看看 他問什麼 問這個SY的記憶分布 我們來看X的記憶分布 那兩張點數最多多少 最少是3 一次取兩張 最少的話是3 最多多少 最多是9 就3 4 5 6 7 8 9 好,那我們看到這個 取到這個 點數盒是3的話是12 好,那取到12 他的幾率多少呢 他的幾率的話是多少 就是 他的所有狀況數 就是五張 取兩張出來 這是他的狀況數 那這是其中一種狀況 那C5取2呢 那C5取2呢 好像是10的樣子 5 乘4 2乘1 啊 哦 是10啦 所以這10分之1 好,那兩張點數盒是4的話 有可能是1 有可能是1 3 有可能是多少 點數盒是4 有可能是22 沒有可能 只有13而已 點數盒是4的話 只有13 沒有22 因為他一次取兩張 所以是只有13 那2的話 2的話不行 所以這也是10分之1 好,點數盒是5的話 那就是 14 23也可以 那再來就沒了 1423 所以這10分之2 點數盒是多少呢 6的 那就是 1 15 15 24 那33 這個的話 對 23 1524 所以這也是10分之2 那再來的話 是多少 是點數盒是7的 那7的話 它只能是24 8跟多少 沒有 點數盒是7的話 是25 25跟34 25跟34 25跟30算是10分之2 那點數盒是8的話 那應該多少 應該是35 那就沒了 是10分之1 10分之1 那點數盒是9的話 就只能是4 10分之1 看加起來會不會等1 12 3 4 4加6 剛好是1 沒錯 所以這個是對的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 點數盒的差 差 在那個機率分補 在那個機率分補 這Y 這個是PY 那點數盒的差 差最少多少呢 差最少是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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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點數盒的差 最多差多少呢 沒有 兩張點數的差 差最多多少 差最少是差1 差最多是差4 所以是1 2 3 4 那差1的情況有什麼呢 有1 2 23 3 4 4 5 所以這10分之4 這10分之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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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差2點的話 是1 3 2 4 3 5 3 3種情況是10分之3 那差3的話 是14 跟25 14跟25 所以這10分之2 15 15 15是差4的 只有一種情況 這10分之1 加起來看數是等於1 4 7 8 9 4 8 9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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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